距离总统大选日投票最后倒数十天 今天金建会的主委刘亦如还是紧咬宇昌案 刘亦如一大早上广播节目 面对宇昌案可是火力十足 如果我今天就是一个个人的话 其实我会去告民进党 然后告蔡英文告他们误告 大选倒数十天 刘亦如维持一贯的强硬态度 一大早亲自上广播节目 焦点还是紧咬宇昌投资案 程序不符合然后看到受损 那受损的其实是全民的利益 强调宇昌投资审查的程序异常 不符合国家利益 而对于整体经济利益 刘亦如强调大家信心不够 明明台湾经济是个美人 民众却只担心脸上的美人质是个疤 乐观地说2012年第一季 经济就会谷底翻扬 我们一方面又还要过年 然后又有选举 选举的结果大家又觉得不太确定 股市究竟在这个过年前 或者说选前它时间是比较短的 那可是我们看整个2012的 这个一个表现的话 我是觉得说其实真的是第一季 应该是最差的一个情况 碰到总体经济 刘亦如恢复学者身份 从容分析眼前经济 但一提到宇昌案 刘亦如又变身呛辣的小辣椒 紧咬宇昌案不放 要民进党和蔡英文踹共 一电视邓凯安有凯琳 台北报导 应该是